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法国立法机关通过紧急医疗状况法之后 地方当局可以在中国订购这种防护装备 并预先支付费用 法国PACA大区议会主席雷纳德穆萨利尔周三告诉RT新闻 PACA和其他地区总共从中国订购了约6000万个口罩 在中国上海的机场停机坪上 美国人却直接用现金抢走了法国人的口罩订单 这下本应飞往法国的飞机随后飞往了美国 在接受RTL采访时 大东区的区长简·罗特纳正式称 没错在停机坪上美国人来了 拿出现金支付的价格是我们的三到四倍 所以我们真的必须战斗 幸运的是他的人在危机时刻 仍成功地运送了一部分珍贵的物品 周二晚上从中国订购的200万个口罩 在巴塞尔·莫尔豪斯机场交付 PACA大区议会主席莫塞利尔说 地方当局现在将不得不选择大型物流公司 也确保货物不会再次被出价更高者在装货去抢买 他补充说 下一批口罩月即将在本周晚些时候交货 法国解放报的一篇报道称 美国人正试图购买任何现有的口罩 扰乱了对其他国家的发货 他们甚至还没看到货物就付双倍的钱 并且是用现金 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告诉该报 到目前为止 美国是世界上受新冠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4月2号六十三十分左右 美国累计确诊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二例 成全球首个确诊超二十万的国家 死亡病例四千七百五十七例 康复人数八千四百七十四例 法国已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 四月一号 法国卫生部宣布 法国新冠肺炎患者较昨日新增四千八百六十一例 累计确诊够五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例 其中入院两万四千六百三十九例 重症六千零一十七例 新增死亡五百零九例 累计死亡四千零三十二例